为了让民众能够更贴近传统的市场 花莲市公所推出了一连串 有意识系列活动 而9月5号这一天 他们是来到了重庆市场 透过导览员的引导之下 学员们一步步的深入探索 感受在地的人情味 也了解到市场内摊商的故事 市长魏嘉贤表示 期盼未来能够传统市场 纳入文创 观光等机能 让民众都能够感受到 传统市场的不同魅力 9月5号一早来到重庆市场 入口前已经聚集了一群民众 他们在导览员成新美的引导下 陆续带上导览机 慢慢步入传统市场 以最贴近的方式 了解在地摊商的点滴故事 这个水很嫩 因为它就切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水分的涌出 你看它完全没有毛细口 重庆市场内的摊商众多 贩卖的商品更是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 但是除了需要经常到市场采买的 婆婆妈妈及餐饮人员之外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可能还是有点距离 因此华联市公所 从8月份开始办理了 有意识在地市场艺术 进驻计划系列活动 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到 华联的在地食材 以及隐身在市场内的餐饮小店 那我们希望说最主要的目的 那在传统市场在过去是我们很多家庭的重心 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 那当然有一些时代的变迁 那慢慢的一些传统市场 绝对被一些超级市场所取代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传统市场的一个人情味 跟传统市场有一些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知识 都可以能够保留下来 让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跟体会到 所以我们办理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跟导览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 无非是希望我们市场能够重新活络起来 那再只要 也要跟所有相信朋友呼吁 其实来到市场里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有趣的事物 那今天我相信参加的朋友都有大开眼界 学员们跟随着导览员的脚步 一一前往他平时最常关过的小店 或是一些贩卖一国风味的特色摊位 让参与的民众对重庆市场都有不一样的认识 虽然我们家庭主屋常常在逛市场 可是不是说 有些事情不是说很清楚很详细 而且会发现有很多就是 以前都没看过的菜那些 我们平时买的都是那几样菜 就有发现说很特别的 还有刚刚那个蜗牛第一次看 以前都是用敲的 现在是用挖的 就差很多了啊 市长威嘉贤表示 虽然现在到处都有生鲜超市 但传统市场仍然有其他通路 无法取代的价值 希望能借由市工所办理的各项活动 让菜市场不只是菜市场 也能兼具生活美学与食农教育等多元功能 带领民众重新看见传统市场的魅力 也借此活络在地摊商 欢迎所有人都能一起逛市场寻宝 发掘不同的乐趣 记者徐立琴花联市报导